你傻了 回来了 家良 把电视给我关了干吗 我看电视不妨碍你打电话 这孩子 喂 喂 在哪儿呢 我 家良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妹妹出事了 知不知道 知道吧 我们校长啊 是何大头的哥哥 想让我出面给调解这事 什么 不调 你出了板凭这事 我说啊 这事你别掺谎啊 什么事你不掺谎还行 你一掺谎肯定出事 行了行了 不说了 不说了赶紧回来再说吧 我就没看错人 真的 一开始认识你 我就断定你能成大事 哈哈 其实啊 这也是靠马姨和群叔提醒 真会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姨 嗯 手掌 一会儿就到 他 他怎么能来呢 你都在这儿呢 他怎么能不来呢 哈 哈哈哈哈 好啊 啊 我跟他的事 你不笑话吧 笑话什么呀 我绝对这 我绝对赞成 百分之一百的 我一直就觉得 屈叔跟那个汪雨珍 特别特别的不合适 在家啊 那汪雨珍 什么活他都不干 洗衣服做饭擦地板 全是我屈叔一个人 在家特别不容易 我就觉得 他简直就像一个什么什么 白骨精特二姨 结果他还鸡蛋里头挑骨头 哎 你知道吗 屈叔跟你说了吧 王雨珍 晚上 都不让那个 屈叔 我知道 知道哈 嗯 多惨 哎呀 那有啥办法呢 我一直觉得吧 马姨要是跟屈叔 两人好的话 特别好 你看你俩多般配 啊 男才 女嘛 是不是 一个管外 一个管内 多好啊 就十全十美嘛 我也想啊 可惜啊 马姨没那命 怎么会呢 喂 地瓜地瓜 啊 啊 我是土豆 我是土豆 你在什么地方啊 哦 请二号首长 听电话 他呀 喂 你来了 啊 在哪儿呢 抬头看 地瓜啊 家梁 来 吃块西瓜 我说啊 他这事到底怎么样了 秀活许晖啊 提出申诉了 现在学校校长啊 让我出面给调节一下 我看啊 他们这事啊 你就甭管 一边是住了几十年的邻居 一边是我的校领导 我不管 我看 那也别管 你老人家的意思就是 只扫自家门全雪 哪管他人晚上霜 我 我的意思是啊 我是不愿意啊 你跟那老郑一家人接触 你说这段时间了 你说那正好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 一会儿吵一会儿闹 我是希望你们两个 拉开点距离 把这个事给他放凉了 如果能量下来 我宁可把自己变成一冰陀 好好好 那你说 那 那你们俩的事 到底怎么办呢 想法多了 我想跟他分手 可正好那人 我分得了吗 是 那你说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没办法了 办法 办法倒是有 就等他量下来啊 他把温度降下来 这事就能解决了 那他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啊 真是 你说当初我 我就没法说你了 真是的 你努把力啊 他这种人吧 说量就量 总有那么一天的 我真是够倒霉的 你说就这么一个儿子 婚还没结呢 就怎么惦记着 把这儿媳妇的感情 给他降下来 什么事啊这是 行了行了 别生气了啊 看电视 接着看电视 你又干吗去啊 这孩子 真是 好 秀儿 干活呢 嗯 我听说 你被工厂开除了 好 你打算怎么办 没想好呢 派出所还是要拘留你 都是许会给你惹的祸吧 你得想想办法呀 你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呀 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学校的校长 是何大头的哥哥 这你知道吗 他找过我 他知道我们助邻居 他呢 希望我出面调解一下 他说 只要你写一份检查 在全场工人面前呢 向何厂长认个错 开除或者拘留的事呢 都可以免了 你跟他说 那是做梦 是 他这个要求呢 是有点过分了 可这事情不能这么僵着呀 你总得解决呀 秀儿 你不会认为 我在讨好我们校长吧 你也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的 我来找你 是为了你好 谢谢 这话说得太敷衍了 秀儿 我很唯物的 可是一年多了 我一直在想 人这一辈子 婚姻 爱情 事业 老天爷是不是都已经安排好了 是不是天意呀 你说你这么好一个人 我也不坏 我们曾经相爱过 可为什么就 别再提那些事了 你还在生我的气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事情都过去了 该想的都想了 该说的也都说了 没必要提那些事了 那 我和你姐这种关系 是不是让你有点尴尬呀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跟我没关系 你也知道 你姐她很难缠的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秀儿 你别说了好不好 我只是觉得 你应该有个公平的待遇 可你总是遇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显得你特别的倒霉 谁倒霉了 你才倒霉呢 我没觉得我倒霉 你先别激动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可是我也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是担心你啊 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我谢谢你还不行吗 你这算什么态度啊 我什么态度呀 你这态度让你挠火 你愿意挠火 我倒霉那是我的事 你用不着替我瞎操心 你替我挠火什么呀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变得 这不可以礼遇啊 不可以礼遇你给我出去 我求你关心我了 干嘛呢 吵架呢 去家梁同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是 专门来找我妹妹吵架的 怎么了秀 没事 没事 没事怎么两个人脸色都 都那么难看啊 啊 怎么回事啊 大白天的 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 不说话 我问你话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话呢 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 想象我们两个到底能干什么 你们俩能干什么 那还真不好说了 你 你什么不能干啊 我妹妹我太了解了 她就不是勾引男人的人 你是不是旧病复发了 又想打我妹妹主意啊 我有那么龌龊吗 你觉得你很高尚吗 我怎么不高尚了 你一定要让我戳穿你是不是 好 霸占完妹妹又霸占姐姐 这种行为是很高尚的 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啊 这事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啊 那天晚上我是没有知觉 我喝多了 再说了 到今天我都觉得 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做 怎么着 让我拿床单给你画咽去啊 我没拿兴趣 是啊 兴趣都在郑秀身上呢 你自己想把邪性吧 你把别人想得也那么邪性 可你他就那么邪性 你说你大白天你不上班 啊 回来干嘛 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你跟秀说什么了 把他惹那么不高兴 我耍流氓了我 你还真敢了你 你别忘了啊 你可说过 你是要保护郑秀的 怎么着 你现在 是不是不怕别人知道 你爸张过秀啊 干嘛 看我干嘛 你要是怕你就小心点 敢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就把这事张扬出去 你看秀儿恨不恨你十八辈子 你能 你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行了吧 你说吧 怎么回事 我在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 何校长请我出来帮忙调解 我回来做秀的工作 秀不同意我 我们两个吵起来就这样 你知道了吗 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怎么不早说 我说什么我说 你进了院和警察时 瞪两眼数就问 行 就算我错 是我不对 我不该跟警察似的 瞪着眼睛就问 别生气了 大不了以后 我跟保姆似的还不行啊 行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回来 我跟你说 你别一点眼色都没有 你没看见人家秀啊 他就不想让你管他的事 你就别替他操心了 行我知道了 老大 怎么老把屋里跑啊 还有什么事啊 买给你的 我又不做生意 你买它干什么呀 腰里有个BB机 一看就是有钱定 拿着 拿着 号都给你选好了 12983883 倒是好记 霸山霸山霸霸山 霸一个劲的山 行了 还有呢 给你买了双新鞋 看你叫上那个鞋 跟干鱼似的 一点形都没有了 最新的老人头 试试这个 多少钱 不太贵 八百多一点 不太贵 八百多一点 你哪来这么多钱 这顶我半年工资了 秀儿啊 秀儿 你姐怎么还不回来啊 应该得去书他们家的吧 一般回来先去 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了啊 嗯 吃什么好吃的啊 还带豆腐 停 停 嗯 爸 你这脸怎么了 和大头打的 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们不是上医院去 说给他赔礼道歉吗 没想到 没说几句话就砸起来了 犯了他了 把秀儿开除了不说 还把我爸打成这样 天底下便宜 是不是都让他一个人占了 他在哪儿呢 一院 哪家 三院 万科病房二五七床 惹我这只母老虎 我咬死他我 好 姐 你快看 二 你快看 好 你快看 慢 慢点 好 你这么快追 快追 别别去 妈 你先走 你快跑 妈 快走 快点快点 听我说呀好啊 好 快 快 姐 回去 爸您放心 他不敢打我的 咱们不去了咱们 姐 他到底是什么臭德行 好 你妈求你的咱不去了 不是 好 你说你看 这屋是吧 不是 那边 这这这这 都不许进去啊 见你名声鞋我可不管 你就是何大头啊 是啊 是你 把我爸打成这样的 是啊 是是我打的 还要把我妹妹开除 然后送去拘留 也是你是不是 对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啊 告诉你 我今天要跟你叫套 你要敢把我妹妹送去拘留 你就是我爹你 你这个干什么就算了 滚石吧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喂 喂 去政府办公室 给我接一下刘主任 喂 刘主任啊 我正好啊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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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泄海带了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啊 辉哥把何大侯大人 都给绑架了快快快 你干嘛 你干嘛啊你 握住握住 你干嘛 你不能这样 别走 别走 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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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不掉鱼了 不掉了 你能看见警察姐姐吗 又回来 我刚跟他处成朋友 你们干嘛放他走 以后你能够清醒一点 你还要愚蠢到什么程度 我就这样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太让我希望了 你从来也没有对我有个希望啊 在你眼睛里 我被我捶我不能 从你心里 你什么时候 你强得起过我 对 我压根就没强得起你 你终于承认了 你承认了 你强得起谁呀你 你不就强得起崔家梁吗 他家有钱有势 他有完毙 他可以在你们家俩当中 考完这个好内娅随便挑 你们家俩都这样给他得了 许昏 许昏 你个王八蛋你说什么呢 什么 许昏是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犯不到 我 怎么的 别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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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绑架 我中午在他学校附近的饭店里 请了吃吃饭 答应带他晚上出来钓鱼的 那孩子人挺好的 又懂道理又仁义 华大头平常对他特逆啊 百依百顺的 我就想和他交个朋友 让他在他爸爸那儿多说的好话给他了 把那事给平了 我亲爱的辉哥呀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 你说你去领孩子钓鱼 那孩子回家晚了 家长能不报案吗 再说你和何大头现在什么关系 那是冤家 对不对 公安局很容易给你定个绑架罪 我又没伤害他 我根本没想拿他要挟何大头 对对对 你没伤害他 你没要挟何大头 你跟人交朋友干嘛 你以前认识他吗 你别跟他说了 说什么呀 咱们就这么傻等了是吧 等公安局人来了把咱们给拘了 你说 你说你那天在公安局 你承认他干嘛 那何大头也不是你打的 何大头不是他打的 不是他打的 那天 我领几个兄弟进去 把何大头一顿蹭 是 他没打仗 他拉架来啥 那你干嘛 往自己身上缓责任啊 苗春来打架是为谁啊 苗 苗春 我 坤叔 要不咱跑得了 我在凤凰城那边 有一个叔叔 倒霉的 咱去他矿上 咱俩当矿工 秀儿当筷子 咱呀 你也跑了 我不去 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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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了一份材料 还找了他们的周数据 说要调查一下 我姐今天下午找了何大头 跟何大头叫号 今天晚上还要请公安局和区工业局的领导吃饭 和区工业团 现在是咱们室里头号钢材大王 千刚什么评价钢材 只有他能弄到手 现在我听说 太多人想认识你姐了 弄点评价钢材 不是什么好事 连家梁那么有个性的男人 都让你姐给摆平了 还不是什么好事 许晖 你说话太尖刻了吧 我说话尖刻吗 你说话还不尖刻 你今天都说了一天了 你什么意思啊你 许晖 我告诉你 你今天这话 我能记一辈子 许晓晓 一笑儿 这好还行啊 挺有本事的 认识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 那不是什么好事 怎么不是好事啊 你说你每天还在那抄名言呢 那俗话不是说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那多个朋友有什么不好的 他按照什么朋友啊 都行啊 古语说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他们呢 都 都是利益关系 都相互利用 那朋友不去相互利用 那干吗呀 真是 相互利用的是好事 像你似的呢 剪字厂的一个破工人 谁利用你啊 你也就在家买点小咸菜了 行 我承认我笨 你看 我给你念念啊 把这儿 你看 切莫饮过量之久 更莫贪意外之财 还有 把这儿 持千金不为珍贵 知安乐千金难求 多好 知道哪一年的黄龄 你好好看看吧 谢谢 谢谢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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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喝酒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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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弄不了你啊 清敌了吧 我告诉你 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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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表演一下 你们知道吗 张局长有一点绝活 江泰公钓鱼 来 点点 给大家表演呗 来来来来 好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看了啊 来 怎么样 好 好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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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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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1699112 有局势 请回电话 谢谢 呼多少遍了 无数遍了 一直不回 你说你 你爸现在是 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你说每天酒局 这呼的他也不回 我看他是彻底腐败了 是有点不像话啊 国家有多少钱 让他这么喝 他就这么喝下去啊 人家人民公仆的形象 算是喝没了 我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应该帮他 当上这个经理 就当饭带他去 妈 你这么看不上我爸 你当初为什么嫁给他 都怪你姥爷 你说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你姥爷挨斗 你爸一家人啊 帮过你姥爷 你姥爷后来为了报恩 就非让我嫁给他 说他这个人忠厚老实 你说你姥爷这个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要是不同意 他非把我哄出家门不可 没辙 只好嫁了 你说当时 有多少优秀的小伙子追我呀 到了 到了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我可听说啊 鲜花只有插在牛粪上 才长得茁壮 开得怒放啊 胡说什么 那简直是谬论 不无道理 妈 你想想啊 你和我爸 你欺负我爸 怎么都行 你如果真找一个 有本事的 有学问的 长得又帅的 你知他 他服吗 不服就天天吵 天天闹 那样的日子啊 我觉得也挺悲惨的 所以呢 宁可这样悲惨 也不那样悲惨 我还跟你说了 那也说不定 你说我真嫁了一个 又帅又有学问的人 那我的脾气 可能就不这样了 有句话说得好 卤水点豆腐 一物相一物 你会找理由 家亮 你不是也很个色吗 你说你遇得正好了 不也没脾气了吗 你别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我告诉你 我还就提这个壶了 你什么时候跟他分手 我什么时候就不提了 我现在我看见他我就闹眼睛 你 领导啊 你终于回电话了 你等 喂 你还知道回电话呀 怎么样啊喝的 上头下泄了吧 你可是领导干部 你得注意形象啊 你让什么你让什么你 你爱喝不喝 你再喝吧喝吧 你喝死你拉倒你 你说你爸他现在他还嚷嚷 看到我爸的今天 我仿佛就看到了我的明天 俗话说 门前一条河 媳妇像婆婆 你说你胡扯什么呢你 正好 不是我二媳妇 姐 姐你又喝多了吧 来来来 坐椅子上 来 起来 往右往右 趴这儿 快点别动啊 我给你倒 我给你倒 这 这怎么闹啊 这是反的 来 给我 怎么能这么喝呢 怎么喝啊 拿杯子喝 怎么喝 能怎么喝 干了它 干了 太狠了 那你别欺负我妹妹 好 别欺负我妹妹 这是酒吗 hotels 你怎么喝 这酒 对 三瓶 多少 三瓶白的 加一箱劈的 送的 绝对被我喝抢去了 一个一个都没剩 那刘主任你知道吗 喝的都没登地儿 就在挖挖的吐 还骂我说 小正好你个小王八蛋 把我灌成这样 难受啊 就不是好东西 不是好东西 都明白 我说你 我跟他们都说了 我说 不要欺负我妹妹啊 我妹妹 人好 有我欺负她 她心里头够难受的 谁要再敢欺负她 我跟她玩命活 何大头 对了 笑儿 我在这儿姐 何大头 不用怕她 根本就不是姐的对手 姐拿她就像拿小劲儿一样 我掐着她的气从我掐死头 两天 给姐两天时间 两天 她要是 不登门上咱家给我爸道歉 不把你的事摆平 姐把她的皮股抽她的鸡 我给你倒裤腰带式 姐姐姐姐 慢点慢点姐 那儿 走 咱们上 上床上躺着啊 轻点 磕上呗 疼不疼 姐 这样吧 我给你打盆水洗洗睡了 好不好 帮你打盆水洗洗万 好 干活 除了 spreadsheets 我给你打盆水了 我给你打盆水了 那啥子 我给你打盆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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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打盆水了 你看 除了你 还能有谁为我喝成这样 撒谎 没有姐 姐对你一点都不好 不好 姐心里头难受 姐内疚 内疚 小儿 小儿 姐对不起你啊 舅啊 姐真的是对不起你啊 姐抢你的工作 抢你的朋友 姐坏啊 你恨姐吧 小儿 你恨姐 你恨恨姐姐心里舒服啊 你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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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姐就是不能死啊 姐要是能死 姐就死了好几回了 姐得照顾你嘛 你知道吗 姐 姐不能死 你别恨姐 你别恨姐 姐你别这么说 秀儿不恨你 秀儿一点也不恨你 你为什么不恨啊 你恨姐吗 姐求你了 幸福啊 姐 你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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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心里舒服啊 我恨姐 你恨姐 姐 以后不欺负你了 姐 对你好啊 姐 姐 你恨姐 可是记住错误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徐志宇 起床了起床了 该上班了 起来了 你去吧 我再睡会儿 你说你干什么了 你这么累啊 起来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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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宇 你干什么 快去睡一觉去喊肥 这是哪来得起 哪来得起 对啊 我问你呢 哪来得起 在你包里看到的 包里的 奖金钱 奖金 我还没来得起给你的 什么奖金啊 给 给 半点奖金 你奖金大伙都有吗 领导堆一点 多多少啊 你这个人 你有毛病啊 给你钱 你还问什么话 我问你 我还有毛病了 曲正宇我跟你说了 这干净的钱我要 不干净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你今儿跟我说清楚了 这钱哪来的 你跟我说清楚了 你要不说清楚了 我上你们单位问去 提什么钱 行了吗 这这这有毛病 给你钱还比 提钱钱 什么提钱钱呀 哎呀妈你干什么玩 什么提钱啊 提多少啊 提一万 嗯 干什么了提这么多啊 你说话呀你啊 哎呀 你活该 评价刚才转手 给公司挣了二十万 百分之五提成 给了一万 明白了吧 别问了啊 你是国家干部 你知不知道你是国家干部 你拿什么提成啊啊 现在谁不拿 谁不拿 国家政策有规定吗 你们国家干部能拿提成 行 要是有规定你就拿 没有规定你就给我送回去 那你傻呀 国家能允许领导干部拿提成 啊 行啊好啊 没有允许的话 那你给我送回去啊 汪官长 你比我还连政 好 真好 乖呀 曲振云 我连政 我 好 我是希望你当一个好官 当一个好的干部 第一我希望你轻正连接 第二认真工作 第三作风正派 你说你现在多少当官的 领导啊都犯错误啊 你说你一天到晚在外头吃喝玩乐 玩什么呀吃什么呀 你说你肚子都吃这么大了 最后就高血质脂肪肝 早晚是脑血栓滚心壁死的臭 是不是你意思明天就把我送到恋人炉去啊 你想晚点去啊 晚点去你早点回家呀 你说你在外头泡什么呀 你穷泡什么呀你说你在外头 外头有女人了吧 你给我找的女人哪 在哪儿呢 行 你要是敢在外头给我搞女人 敢贪污受贿 你倒霉那天别说我不管你 你爱男人哪儿去 曲振云 干啥 把那鞋给我送回去啊 我的妈呀 谁摊上这种女人 不倒霉她也得倒霉 她好像没人要什么 我送给你呀 谁在报复你 谁用权力报复你了 你怎么喜欢乱托帽子 我怎么给你乱托帽子 原来给咱们西要批的一百五十顿盘元 为什么一吨都不给了 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 你问我 我去